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這個Backup的軟件叫Sync iOS 除了Backup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大家有沒有想過, 當你有幾部手機 又或者你有一部Android機, 有一部iPhone的時候 想Backup兩部電話, 又或者把新機的資料傳到舊機, 舊機傳到新機 今天講解這個軟件, 就可能適合大家使用 我們先看看官方的網站 按進去之後, 可以選擇MacOS的版本 我們按進去看看, 看看它大概有什麼功能 一路再滾到下面, 就會見到很多圖案 例如有相片, 影片, 訊息, App, 通訊錄, 通訊紀錄 其他包括Safari的Bookmark, iTunes的Backup, 都齊全 但如果沒有Mac機, 怎麼辦呢? 原來它也有一個PC版提供 是Windows版本 大家看到, 它是支援蘋果手機之外 另外, 還支援Android手機 還支援Android手機 那就可以在蘋果和Android之間 去傳送檔案 又或者去Backup Android手機 或者蘋果手機的資料 再看一看下面, 我們就看到支援的iOS軟件 有以下這些 另外, 也支援iPad 而在Android手機裡面 也支援很多不同類型的Backup 包括以下這幾種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打開iOS 來看看 開啟之後, 看到有這個介面 寫著我們未接駁任何裝置 可以接駁到Apple手機 或者Android手機 都可以 我有一條iPhone線 插進iPhone X 插進iPhone X 插進iPhone X 先按OK 插進iPhone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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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看到 好像iTunes以前一樣 是以前的 現在iTunes 越來越少功能 反而, 現在看看 第三方軟件的功能 越來越齊全 可以有Data Transfer 把檔案抄到另一部機 甚至抄到Android機 Data Recovery 暫時都是測試版 萬一有東西不見了 就可以嘗試用這個功能 File Explorer 就像檔案總管一樣 看看iPhone裡面有什麼 最後 Foto Manager 直接看到裡面的照片 我們按一下 先按一下 然後再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 你會看到 iPhone裡面 不同的相簿 在這裡 右邊 也有一個列表 看到不同的相簿 都很方便 按一下 例如我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可以看到不同的相簿 可以看到不同的相簿 然後按一下 這些都是iPhone裡面的相簿 拍照後 上面有很多選項 例如Export 可以儲存相簿 這個當然可以用免費軟件 或者原先插iPhone 到Windows裡面 都可以做得到 不過這個 就會 速度快一點 還有一些東西會 站立一點 有個介面 讓你清楚地做 另外也可以轉為GIF檔 很方便 連同一些小工具 在這裡 我們現在試一下 按一下 Xport 按完之後 選擇相簿 哪個資料夾 再按之後 這版 就告訴我們 一些新的iPhone 用的 HEIC格式 它都可以自動轉換 做一般的 JPG格式 這樣就可以 在一般Windows裡面 開得到 另外 按下 Media 如果你有歌 或影片 就會在這裡 顯示出來 按一下iTune Ebook 也是一樣 接著 去到App 就可以看到 iPhone 裡面 安裝了什麼 App 你會看到 一個List 的App 另外 我們也可以排次序 排到大小 我們就知道 最大的App 用了多少位置 當你iPhone 不夠位置 可以很快地 看到 哪個App 最牙位 除了Delete 之外 也可以安裝App 按Abb 之後 就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可以安裝 IPA檔案 如果大家之前 有保留 iPhone App 又下了解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安裝 另外 在上面 的位置 看到 Video Downloader 可以把YouTube 或者其他 視頻網站 裡面的 影音 影片 都下載 也是一個 很方便的工具 再按 Toolkit 這邊 我們會看到 整個板 都充滿著不同的工具 包括這個 整個零星的工具 按進去 看看 使用很簡單 只需要 選擇音樂 再切頭 切尾 最後 就可以傳到電話 接著 iTunes Backup 可以開 之前用iTunes Backup 開完之後 就可以拿到 裡面的檔案 做還原 另外 File System 就可以直接看回 iPhone裡面的資料夾 接著 Audio Converter 就是把你的音樂 轉成不同的格式 例如 MP3 MP4 這樣 接著 Video Converter 就可以把不同的影片格式 轉換 Phone Transfer 即是換新機 可以把手機抄去新機 而且 我自己試過很快 Data Recovery One Click Backup 按一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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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試一試 iPhone Transfer 現在我把另一個iPhone 都插上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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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有兩部iPhone插在這裡 譬如現在一部兩部 兩部都可以同一時間做事 大家可以看到是很方便 如果你是用iTunes的話 原則上正統你只能處理一部iPhone的東西 有兩部很容易混亂 回到這裡 有幾個選項 譬如電話抄去電話 另外也可以經過iCloud 可以經過你的電腦 可以Backup和Restore 最後就是直接由iTunes做Restore 我們由電話過電話 一按完之後 你會發現兩邊都有iPhone Connect 其實呢 你看到這邊 Target這邊 即是目標的裝置 可以選擇Clear Data 選擇Clear Data 選擇機器 這樣就很方便 經過一輪等待之後 我們已經看到處理完了 不過旁邊有很多藍色感嘆 那上面其實主要都是寫著 如果你想傳送這一種的數據 就要關掉Find My iPhone 即是搜尋iPhone的功能 那現在我兩部iPhone的Find My iPhone 都關閉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Back出去 重新又試多一次 進入到來之後 立即就能看到 剛才一大堆的感嘆號 已經不見了 但這個App 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還看到有幾個地方 有感嘆號 原來暫時還未支援 去傳送這些檔案 日後可能就可以傳送回 當然了 多久呢 就很難說了 不過如果我們按照看 App如果傳送不到 其實問題不大 AppStore下載 而BookMark 基本上都是用回iCloud 另外一個日曆 日曆也是 日曆可以用回iCloud 所以這幾樣反而不太重要 除了iPhone抄iPhone之後 也可以iPhone抄去Android 或者倒轉都可以 連接方式 除了可以用USB線 除了可以用USB線 亦都可以掃描QR Code 自動連接WiFi 所以在接駁上 亦都很方便 但是要留意的 就是如果跨平台 這樣抄 可以抄的東西 是有限的 例如現在看到 可以抄到一本通訊錄 SMS 通話紀錄 相片 影片 音樂 都可以 至於你說App 那些 就抄不到 另外 WhatsApp 都暫時抄不到 期待日後有更新 可以支援 抄到WhatsApp 至於 由Android 抄去Android 可以抄到的東西 就會多些 連App 都可以抄到 但App 裡面的Data 就抄不到 另外 WhatsApp 也是抄不到的 這裡就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是都不要緊 WhatsApp 如果在同平台 那裡 就不需要抄都可以 可以用回雲端 WhatsApp 自己可以 背後自己 去到新機 也都不會有問題 初步使用這個Sync iOS 軟件 就覺得它的功能都非常之強大 可以跨平台去抄一些檔案 或者跟手機 backup 另外也都附加了一些實用的小軟件 雖然這些軟件很多時候坊間都有免費版 但正正就是省了時間 不需要你自己去找 而這些軟件也都很完美地融合了在這個軟件裡面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另外這個Sync iOS的軟件也都提供了免費的試用版 收費版當然功能多些 但免費版也都可以讓大家認真地視清楚這個軟件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記得去訂閱我的頻道 就不會錯過接下來精彩的影片 就不會錯過接下來精彩的影片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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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